作词曲 李宗盛 割下了 放下了 所有 风花雪夜的事 割不下 放不下 浓淡的 酸辣的 离寒 泪的 无光 无光 哦 你在我身上 想想想想一遍的我 我在你 明天的日子 会到我方程 哦 你在我身上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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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不在乎 明天的路 会有多长 多长 哭了又怎么样 天哪有何 想念了 哭了 笑了 没在我心身旁 不想 扔下了 所有红红绿绿的梦 不想 扔下了 所有红红绿绿的梦 不想 扔下了 所有红红绿绿的梦 不想 扔下了 任意 非你都 原谅 原谅 哭了又怎么样 天哪有何 你不想 笑着一片热花 不在乎 明天的日子 会有风霜 不想 扔下了 所有红绿绿的梦 不想 扔下了 所有红绿绿绿绿的梦 王华 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儿子 那我们大宋江山就能够得救 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八爷 王华一介草民 不值得八爷如此称赞 不不不不 你是大勇若切 大致若隐 你是将将之才 八爷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咱们还是救耿大哥要解 我怕是军多吉少 你看那山道里面 我怎么找 八爷 救耿龙大哥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要救回耿龙大哥 你先信我 好 王华 一切全指望你了 走 赶龙龙大哥 赶龙啊 赶龙大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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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是耿大哥吧 哥 阿姨 耿大哥 很突然安静下来了 他干嘛 他呀 在下的爹 他爹 在他十三岁 他没死了 他是卖身脏腹建皇父 后来一直跟在我们身边 几年之后 我看他已经练就了一身武艺 又粗通人墨 又能够自立 我就劝他 投奔自己的前程 爹 孩儿 看您来了 我现在在王府很好 您安心吧 小龙啊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又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有了自立能力 本王 不想耽误你的前程 让你一辈子的王府当差 你看 这是 你当年的卖身器 我把他烧了 你开始自由地忍受了 不 不 不 王爷 我不会离开王府 不会离开您的 我求求你 别 王爷 我爹死了 我现在 就是人了 您这么一个亲人了 五年了 您一直带我像亲兄弟一样 我就是做牛做马 干脑徒弟 也报答不了您对我的恩情 我小龙子 可以为您生 可以为您死 救救王爷您 别赶我走 小子 小子 你是我的好兄弟 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 等我 耿龙 耿龙大哥 耿龙 耿龙兄弟 耿龙大哥 耿龙 耿龙 王爷 王爷 小人才见王爷 耿龙 快起来 快起来 耿龙 快起来 快起来 哎呀小龙子 你总算恢复了 王爷 耿龙大哥 还记得我吗 王花兄弟 王爷 我们这是在哪啊 我们不是在折仙山庄吗 我们不在折仙山庄 你还记得吗 当时你抢的替我吃了大不神丸 中了毒神正不清 后面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不是你 耿龙大哥 你还记得吗 派人美这个老贼 窜巢乱正 一路追杀八王爷妇女 八王爷 不能没有你这个好兄弟啊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还差点伤了花兄弟 我还伤了小木点 我还显现 显现害了郡主 我还一路追杀王爷 我是人 我不是人的王爷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快起来啊 你不起来就不是我的好兄弟了 是 耿龙 你不要自责 你没有必要自责 以前我也自责 是我害了你疯疯癫癫 后来王花一番话 使我如梦初行 咦 我都没有错 罪在派人美 是他 害了我们 你明白了吗 王爷 我有个请求 我想继续装疯卖杀 骗着派人美的信任 我要回京城 杀了这个老贼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老贼 不好 我不能让你回到派人美那里去了 为什么 不是吧 你听我说啊 第一 没风 装疯 那是很容易露出麻将的 第二 潘人美这个老贼 老谋生算 阴前狡猾 你是个忠厚之人 你骗不了他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本王再也不愿意失去你这样的好兄弟 懂吗 王爷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 您的金牌还在吗 在 让我看看 你看 王爷 小龙子 抱歉了 小龙子 这一辈子都听了 总这次不能听您的 王爷 我要去京城 杀了潘贼 不行 不不不不 我再也不能让你回到潘人美那去了 王爷 有了这面金牌 潘贼 潘贼定会更信任我 而且他以为 您没了这块金牌就像普通人 就不是威震天下的八千王了 我 潘贼他一高兴 他就会对我 不提防的 请王爷安准 不 我不同意你去 小龙子说过 身为王爷生 死为王爷死 哎呀 小龙子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哎 王爷 正所谓 三军可多帅 不可多治啊 来王花 我以为你来帮我劝劝他 你怎么也帮他说话呢 耿龙啊 本王一向不主张 搞这种个人刺杀行为 明白吗 王爷 我也不主张刺杀潘人美 但是 我赞成耿龙大哥 继续留在潘人美身边装疯卖傻 一片举潘人美的信任 正所谓 知己知彼 不能百战百胜 王爷 意下如何呀 请王爷恩准 请王爷恩准 天猫哥 别喝了 我们还要赶到岳家庄呢 对不起师妹 我最近心情不太好 所以 不是我说你 你就是小庆 心情不好 不就是因为密集你点事吗 就算是华哥跟你开玩笑 但毕竟是我们的师兄 你就原谅他吧 师妹 别的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不可能 你就是小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就完了 去哪儿啊 撞了我 说对不起就完了吗 让我亲去 原来是你们两个臭名昭露的蛇蟹 别人怕你们 我长得保护法 师妹 你没事吧 臭小子 他还想英雄救美 我告诉你 赶紧给我滚 别在你小师妹面前丢脸 看来之前让我动手了 好 让我师妹走 我跟你们打 你行 你要打得过我们师兄弟俩 放你师妹走 要不然 我还告诉你说 我们还不是人多欺负人少 我们俩 你挑一个 来 好 我跟你们两个一块的 还不快滚 滚 走 天宝你没事吧 小兄弟 没事 你没事吧 多谢一时相助 是啊 请问一时高姓大名 在下姓胡鸣马 辽国商人 胡鸣 我觉得在哪见过二位 很面熟啊 哦 你是七师傅的徒弟 对不对 你是七师傅的千金 对不对 对 你认识我师傅 当然了 哎呀 我说我找不到大成兄了呢 原来你们到了江南来了 你找我爹有事 对啊 这事太重要了 你爹呢 在叶家庄 我们也正要去呢 好好好 我们一块去 一块去 就你多嘴 我不知道啊 走吧 师兄 师妹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我怕打扰师傅他们 那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花哥虽然爱开玩笑 但是他绝对不会害我 其次 做人也好 练武功也好 要踏实 不能贪便宜 第三 第三是什么 第三 是我对不起你 我连你都保护不了 我太没用了 师兄 我真不知道 你是太笨了 还是太自卑了 两样都有吧 遇到危险的时候 谁都会害怕的 可是花哥只当成是玩 谁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就稀里糊涂地把他 壮大硬给做到了 他的武功那么差 上天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他居然醉醺醺地 打败了神托帮的帮主 夺得了武林秘籍 而我 师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这样想 那就想好了 但是 我心里怎么想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师妹 师妹 你这首女红 真让我羡慕 古人道 轮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我会女红 肯定会武功 别提武功了 我爹怕我像娘一样 武艺高强 就去跑江湖 所以只教我一些防身的招数 我偷懒 他也听着认知 所以 我只是花钱绣腿罢了 那 你怪你爹吗 不怪 他呀 是世界上最好的爹 碧玉 你和天宝的事 发展得怎么样了 怎么 他对你不好吗 也不是 他呀 一心只想替父母报仇 找回妹妹 心里哪儿装得下我呀 那你就生他的气了 我呀 当然生他的气了 其实 我呀 就这气他太自卑 动不动就嘲笑自己 就像今天遇上蛇蝎一样 其实打不打赢蛇蝎又怎么样呢 我又不在乎他的武功高不高 碧玉 天宝会了解你的心的 你别对他失望 好了 别说我了 你跟天宝怎么样了 我们都是平常人 不就简简单单的过日子吗 我何尝又不想简简单单的过日子呢 七大哥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杯酒我敬你 来 干 我说胡老弟 你能不能找个别的理由啊 别老是提救命恩人什么的 四海之内接兄弟嘛 这样吧 我看还是为咱们兄弟般的友情 干一杯 好 干 胡老弟 你不是说有急事要找我吗 究竟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啊 这事啊 不说也罢 胡老弟 有话尽管说嘛 七大哥 老实告诉你 这半年 我生意都不做了 就专门打听萧太后的阴谋 嗨 你不过是辽国小小的一个商人 萧太后的 这阴谋什么的 管你屁事啊 问题就在这阴谋关系到你们大宋啊 萧太后阴谋攻打大宋 你说 这到时候要死多少大宋的子民呢 唉 这战争一开啊 大宋毫无准备 嗯 那可就大难临头了 这不就是了 所以我呀 专门搜集了不少苗军的资料 想让大宋有个准备 这仗就打不起来了 唉 这是件大好事啊 我们大宋可要好好地感谢你啊 唉 没用啊 你说 这资料怎么才能够送到朝廷高官的手里 我听说 大宋的朝廷里有奸臣和萧太后勾结 这万一找错的人 咱的老命啊 不打紧 这资料可全丢了 你说我这半年不是白忙活了吗 哼 连生意都不做了 苍天有眼啊 真是天意 天意 七大哥 你什么意思 胡老弟 不瞒你说 现在大宋朝廷里最威望的人 就是八仙王 而大哥我 就是八仙王的新父 哦 胡老弟 我告诉你吧 宋朝的大奸臣 就是潘仁美 他有福利的新军南亡 其实是辽国人 也就是律志夫人的弟弟 八仙王很快就会将潘仁美及其狗贼一网打击 吴兄弟把资料交给我 不会交错人吧 我不信大哥 还能信谁呢 你的资料带来了没有 路上有危险 我怕出意外 所以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 这好吧 你明天将资料收集起来 不管在什么地方 只要交到改邦手里 一天之内 东西就能转交给我了 改邦也有八百里加击文书传递 这你就不明白了 胡言赞将军 是后台 改邦里就有不少标记 其实改邦就是一支伪装起来的军队 臣妾 拜见三太子 起来吧 起来吧 玉飞 我问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工作 追杀八仙王亲生子 还有收买丐帮 追寻武林秘籍 还有吗 就 就这些 陈姐无能 陈姐该死 玉飞呀 玉飞 你是我最聪明 最宠爱的飞子 我不惜失去你 让你帮我大辽和大宋这块肥肉 我去当他安人美的走狗 你看看 你看看 想什么 十个手就套着杀人的指环 身边还跟着三个面目猙獰的杀手 像一条猎狗一样 窜头窜息的 你知道什么叫运筹为我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吗 究竟盼人美给了你什么好处 是你像一条种实的狗 陈姐无能 祁三太子出发 你不是无能 是立命至婚 你在他自己的小九九 而且 还打得挺响 陈姐不敢 陈姐绝无此心 不敢 我看你是不但把身子给了姓潘 还把心也给了他 你说 你心里还有我吗 太子 臣妾斗胆 臣妾以为太子当日 就不应让臣妾担当此众人 是太子不要臣妾 不是臣妾要赴太子 别说了 好 既然太子如此怨恨臣妾 臣妾就一死明治 过 女妾 太子 你就带臣妾回辽邦吧 臣妾在这里 不是无可不自言家乡 自言太子 臣妾深爱三太子 陈姐只想做三太子身边的一个女人 以太子相亲相爱 服侍太子一辈子 太子 我求求你 就带我回家吧 玉妾呀 玉妾 快起来 夫君也深爱你呀 奈何我辽邦处于枯寒之地 非南下扩展而不能立国 所以 只能出此下策呀 可为何你偏偏选中我 而臣妾 甚不如死 当日潘贼出使我辽邦 太后 不该让你现武 潘贼见到 垂涎你的美色 太后也只能投其所好 事到如今 屠乎奈何 太子 玉妃 你回去转告太师 八贤王妃等贤之辈 福利勋君之事 以速战速决 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到那时 我大辽也是爱莫能助 我还听说你准备追杀王花和燕妹 并且铲平丐帮 可有此事 臣妾与妹 请太子指示 王花应诉杀 丐帮要收买 但这都不是你该去做的事 我自会指挥神陀帮去做的 你诉回太师身边 监视其行动 潘贼阴险狡猾 我只怕他仅仅是为了打鬼 而戒助中奎 到时夺得天下 却不肯隔地相让 令我大辽空欢喜一场 爱飞啊 重任在间 你要多多保重啊 臣妾明白 小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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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呀是我刚为你熬的一碗鸡粥 赶快喝了吧 这是你特意为我做的吗 是啊 这是我特地孝敬您的 那我不喝 你 你这是瞧不起我呀 戴帮主 我问你王帮主 规定的第一条帮杯是什么 平等啊 那不就是了 我有集中喝 可是小布点没有 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 那还谈得上什么平等了 好好好 你不喝是不是 没关系 我呀给小布点喝 小布点 来 快起来吧 小布点 小布点 起来起来 起来 干嘛呀 来来来 我呀给你熬了一碗鸡粥 快把它喝了 鸡粥 好好好 我不喝 这 你看你们这主婚俩 是搞什么名堂吗 戴帮主 王帮主定的帮规 第二条是什么呀 步调一致嘛 那不就是了 我们丐帮兄弟 都应该步调一致 我和小姐呢 都是丐帮兄弟 当然一个调了 这才是我的好书筒嘛 戴帮主 王帮主定的帮规 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没有这两条 那你想 我们丐帮岂不是乌合之众吗 哎呀不对了 你们两个现在是临时的乞丐 你们可以不遵守帮规嘛 来来 那我也不喝 喝喝 不喝 喝了吧 快点好不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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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云英 我的妈呀 你怎么能从这个样子 小姐 这要让王爷看见 他不得心疼死啊 你怎么照顾小姐的 我就是没有用了 我熬了粥 他们不喝 怎么会不喝呢 那我喝 哎呀 师大侠 你看我给他们熬的 你看 我还得拿死鸡 死鸡 喝 不完 哎 施乐天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找你什么事啊 就是我找你干嘛来着 啊 王花叫你回去 王花 啊对 我不回去 那 郡主 平常我施乐天爱说个谎话 可这次是千真万确啊 王花请你回去 我不回去 他自己身为帮主 就应该处理好自己的帮物 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更何况他还向七大侠保证过 一定要完成任务的 我不跟你说那么多废话了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 你回去还是不回去 我不回去 那你想不想见你失散多年的亲哥哥 我哥哥 哎呦 我的小姐啊 刚才让你来 你死活都赖得盖帮不肯走 这会儿又走那么急 小不点都给你甩的没人了 你到底急性还是买性的 赶快走啊 这人要是在啊 你赶得走他都不走 他要是不在啊 你就是着急的话也没用啊 失了天 我失散的哥哥真的在这儿 哎呀 小姐 你是个聪明人 我什么时候骗过聪明人吗 他就是你哥哥 好 你要是骗我的话 我就唯你试问 我要是骗你的话 你就拧我耳朵 我什么都做到啊 这人 好啊 你先告诉我 告诉我 他在哪 告诉我 快说呀 你才能紧在眼前 你看 看 看那 天宝 对吧 我会骗你吗 你没事吧你 你真讨厌 哎呀 哎 小姐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他既然是你的义兄 你想想 这义兄 那就是哥哥呀 哎 吃了天 我早就知道你在骗我 你小子哪敢 你啊 你不要跟我嘻哈哈的 我现在就回盖帮 只要王花一天不回来 我就一天不离开盖帮 哎 别别别啊 不是 你还回去啊 哎 小姐 我这是为你好啊 什么 回来了 是啊 小曼 你这一走 可把我们急死了 对啊 我是被他骗回来的 现在 我还要回盖帮 哎 哎 小姐 我只是那实话实说罢了 我本以为你跟王花在一起之后呢 这这野性能收敛一点呢 你真没想到你还跟以前一模一样 你这么蛮横无礼 王花肯定不会喜欢你的 谁又太喜欢了 我们这所有的人都在为你着急啊 可你只同你自己心里头痛快 脸里所有人 让我一着急不说 还自以为理所当然 我真是好情好意的 你反而勾要理由命啊 呸 石大哥 小曼只是一须糊涂 您就别说他了吗 我也不是有意的 算了算了 小曼 回来就好 怎么了 你看这荒鸡乱涕多时之秋 本王睡不着啊 哎 你怎么醒了呢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梦见有两个小鬼 扯着我 把我撕成两半 我就被吓醒了 这叫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王花 向来风流替他 可是现在 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说来听听 小曼对我有恩 如果不是他救我 我现在还坐着大牢呢 当日 更能追杀我 他更是为了救我滚下山坡 可是燕妹 虽然不是出身于正道 也有情有义 救王爷 还从蛇蝎那里 抢来武林秘籍赠给我 武林秘籍 是啊 他让天下的人 都以为秘籍在他的身上 让所有想得到秘籍的人 都去追杀他 更何况 那晚我喝的明冰大醉 还与他有了一夜 这个嘛 一切随缘 万事不可强求啊 现在燕妹 已经成了我的帮后 可是我总觉得 对不起小曼 你放心 我想 小曼是一个 通亲达理之人 其实呢 儿女情长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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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你想 本王一直在苦苦的寻找我的爱子 可是我又怕见到他 王爷是怕高兴过度 笑成了程雅金吧 二十年了 本王今天才去寻找他 不知道他 能不能够原谅本王吧 王爷放心 所谓父子 无隔夜之仇 天生亲情嘛 血缘是隔不断的 但愿如此 就拿我来说吧 虽然我没有见过我的生父 可是 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他呀 如果有一天 真的能见到他 我怎么会不认呢 其实 孤儿的苦 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我跟师弟从小孤苦伶仃 多亏了师父受养我们 天堡的父亲常将军 被四指摩所杀 等等 你说什么 天堡的父亲是谁 常将军啊 真的吗 王爷 我跟天堡从小一块长大 这个我才不知道 我不成了呆头鹅了吗 当年 常将军遇害 天堡去替三岁的妹妹讨饭吃 回来以后 就发现妹妹不见了 只剩下一只小花形 王爷 您交友甚广 能不能帮忙打听打听啊 哦 好 好 兴许 我还真能帮你找到 嗯 王爷 费心 爹 爹 总算回来了 也还好吧 哥把女儿想死了 小曼啊 爹想你啊 怎么 爹不在身边的时候 是不是又调皮了 谁说的 哎 王花呢 啊 他回屋去了 哎 什么 嗯 别走 爹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什么事啊 爹呀 给你找着亲哥哥了 亲哥哥 哎 哼 这个游戏啊 上次时乐天已经和我玩过了 没劲 嗯 怎么回事啊 世乐天 呃 王爷 是是这样 这 上一次我去丐帮找郡主 郡主赖了丐帮不走 我在看他在丐帮吃的喝的 那简直不像人过的日子啊 后来我没办法 我就骗他 我说 我找到你亲哥哥了 你看 你 哎 小曼 爹不会骗你的 真的给你找到亲哥哥了 你看 这只鞋啊 是你三岁的时候穿的 爹当时在街上见到了你 也捡到了这只鞋 另外那只鞋呢 就在你亲哥哥手里啊 那 那他为什么不来见我 该来的时候 他就来了 不该来的时候啊 你想他来 他也不来啊 你不说这句话还好 一说呀 这话我才不信呢 因为这话上次 他也对我说过了 哎 世乐天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这这 巧合 巧合 王爷 哎呀 你搞什么鬼呢 哎 别信他的啊 爹真是给你找到亲哥哥了 王爷 嗯 王爷 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 王爷 你哪来的这只鞋啊 沙天宝啊 小曼真是你的亲妹妹啊 小曼呢 快走亲哥哥呀 快叫啊 快叫啊 小曼 金爸 我亲妹妹 王八 本王 本王派耿龙到潘府刺探情报的事情 那是属于国家安危的高度机密 你要对外人千万保密啊 请王爷放心 哎 不是我不相信他们 只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万一出了意外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你要知道 知道秘密 对任何人来说 也是一种精神负担啊 王爷英明啊 哎 王华 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奉承啊 本王有什么英明的 来坐坐坐 王爷 我这可不是奉承啊 知道秘密也是一种精神负担 这种见解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很有道理 这世上的人啊 人人都想知道秘密的 换句话说 他们都是自讨苦吃啊 可是呢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多可笑啊 您知道这一点 这就证明 您很英明啊 所以说 我这不是奉承吧 英明他不是 只是有点小聪明罢了 小曼 恭喜你啊 找到亲哥哥了 说实话 我真没想到 我和哥哥会有这一天 如果没有你 我和田牛也不会有今天 不管怎么说 你和花哥 都是我们的大媒人 只可惜 月月外他 哦 田牛哥说了 他会对我很好的 以为家父在天之灵 你们呀 一个兄妹相认 一个郎才女貌 真让我羡慕 哎 碧玉 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可一定要答应我 怎么突然那么见外呢 有话就说吧 我知道 天宝 他一直都很喜欢你 所以呢 希望你 可千万 不要辜负他的一片之息啊 天宝他对我很好 这我知道 对了 你跟王花怎么样了 他才不在乎我呢 哎 怎么会呢 你为了救花哥 自己滚下山坡 不管怎么说 花哥是个重情义的人 他不会对你不好啊 可是他现在 早就被那个妖女给迷住了 王花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的 如果坏了是我 你做了那么多 我也不会忘了 是啊 别站前顾后的了 王花冒险去救王 就证明 他是爱你的 我也希望 他能这样 哎 天宝 恭喜你啊 干 嗯 师兄啊 你老说你装大院 你看我 我也装大院 不用你帮忙 我就能把我妹妹找回来 所以说呀 这天下的好院 都给咱们兄弟俩给包园了 对吧 这就叫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来 干 嗯 哎 师兄啊 我有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说 你给我那本秘籍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这武功是越练越差了 以后碰到仇人 还不把我给宰了 嗯 天宝 我还真不知道 那本秘籍是假的 不过 真的在我这 嗯 武功大法 哪来的 燕妹给我的呀 就那个小燕子 嗯 那个帮帮 嗯 哎 我说 师兄啊 这明明是武功大法 什么武林秘籍啊 你不认识字了 天宝 说来话长了 这本武林秘籍真的是真的 我说 师兄啊 这上回吃你一次亏 这就够了 更何况这次是那个妖女给的 我更不妙了 师弟啊 你就别记得那么多了 这人是可以改变的嘛 变 三岁看百岁 怎么变啊 哎 远的不说 你就拿小曼说吧 以前老半假小子 多么刁蛮任性 现在不也变了吗 我 小曼 怎么能跟妖女想起并论呢 她是我妹妹 什么妖女不妖女的 她也是人啊 反正这个世界上 谁都能变 就那个妖女变不了 师兄 我就劝你一句 迷途知返为时未晚 别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了 啊 你喝多了是不是 天宝 没有 接着喝 王爷 是这么回事啊 我呀 和齐大成啊 赶到那个那个 云老板所说的 那个那个 一根养父王信家的时候啊 哎呀 那你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翻了个底超天呐 我就跟齐大成商量好了 让齐大成呢 继续去寻找小太子 我呢 就回来 禀告王爷 天天啊 接着非歌传书了 齐大成已经将那个 云老板和这个王信啊 安排到一个秘密地方 那谁都找不着啊 放心吧 王爷 他们这就回来 好好好 诗乐天啊 但愿呢 这件事情呢 早日有了结果 是是 免得更多的人 遭受血光之灾啊 是是 这攀贼不除啊 老百姓 就过不了一天安生日子 诗乐天啊 本王 有一件要事 要和你商量商量 属下席二公爹 耿龙 已经到攀台市的府上去了 他不是去养病了吗 听我说 这件事情呢 关系和国家安危 那是高度机密啊 你知道以后呢 可不便与众人乱说呀 其实啊 耿龙的病已经都完全好了 但是他依然伪装成神志尚未恢复 混入太师府刺探 瘫贼的叛国阴谋 诶 有的泪水和梦 一起流到天流 把你把你抱在怀里 生怕失望太短不能纠缠 我请你的手来传 我们说一个梦想 怕你刻在心上 怕心不太乱 不能救护肠 有你就阻挡 一切分离都不需要失了 有你就阻挡 一切风雨都不阻挡 不能阻挡 心灵的泪水和梦 一起流到天亮 把你抱在怀里 生怕失望太短不能纠缠 我捡你的手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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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传 一个梦 想 把你刻在心上 怕心不太短 不能纠缠 有你就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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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在哪里都是天堂 有你就阻挡 无论在何方都有阳光 有你就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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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分离都不需要失了 有你就阻挡 有你就阻挡 一切风雨都不阻挡 不能纠缠 不能纠缠